《西方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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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你来北東的第七年 大家来第几年? 第九个月 因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江苏 哦不对 因为我是特别害怕 然后后来我那个姐妹说 来呀来呀 我就说来来来 然后来了以后她走了 他念书了嘛 我来了第十年了 你感觉让他老婆是不是 你去那小伙子 读书来的 你一定就这样 我 一定 因为我大学在这儿 之前其实一直跟大学同学一块住 一开始就刚毕业 和大学同学一块住到外面去 没有特别明确的觉得我已经毕业了 当时那个房东 他做饭做饭的材购我们要不要 然后转身就跟我说 一个人二十块钱 想到多少 后来就觉得自己 跟学校不一样的 对 我要正座的跟你们讲这件事情 今天是我来到与大学同学 这个好一周年 耶 好吗 哈哈哈 我来北京中有一个转折点 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 好像是下到很早 十一点多了 莫班车也没有了 我手机又没电了 打不到车 然后就用警司的最后一点点点 给我一个室友打电话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叫一辆车 他就看我 行啊我打不了车啊 我这边不能给你电了怎么怎么样 对 然后说说手机没有电了 然后我就在那个 那个地方然后游到了好久 我就特别害怕 光是自己特别的凶狠 哈哈哈哈 那你特别凶狠在那走 然后南车什么样 好多司机都自己在 他当时特别想通 在那一晚我就下心决心 在北京我谁也不靠 就只能靠自己 我家好像不是被抢手机吗 但我就跟你完全是想法的 我是走老的朋友家楼下 我坐在那里边 然后我说手机被偷了 因为我什么都 我只有那一张卡有钱 我还停掉了 他没有手机 然后是邵亚给我的新手机 买了新手机 然后我又去刘宜达 还留给了我以前的陷阱 然后而且他们都没有人跟我说要痕 一直都在跟我说没事的 这支支援生中一个很棒的事情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时候 就是我上大山之后 我觉得我的大学 真的是变化特别大 你周围的环境节奏都变了 之前你就是特别慢 每天上完课 回去睡觉 床来看你觉得没有什么 这个东西很正常 但来北京这种就觉得 哇你好过啊 学校学也在各种形态里边 就已经挣钱特别多 然后多回来几年讲 然后这种东西就特别大 你来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北京跟其他地方 最大的差别 你以前能思考的 你会开始想一想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觉得好多人去北京也有偏见 说北京就是说大 不知道吗 对 而且好像是参集 我觉得北京的文化 其实是对年轻人影响最大的 北京有很多公共资源 是免费的 其实是 我当时看到那个真的 就在历史上才能看到的 金鲁鱼鱼之类的东西 哇这感动得有点热的盈眶 你知道吧 来 现在有我们的首席医疗体验官 给我们普及一下 这个北京哪个医院好嘞 这哪有个医院 鲜和大医院 哇 你瞧吗 人家并不是自动受货 已经投并来了 他们的VT单 是你去输入自己的 那个就诊号 自动打印 哇 哇 适合带你这个比医疗 就有这样一口快多了 然后还有一个 现在北京遇到明星的好朋友 我有一个明星 谁 我有一个 偶桃 按着小白 白鸡 哪个小白 白鸡 哈哈 我有遇过陈坤 哇 哪 我之前就在路上走着走着 然后碰到一个人的手 然后那个人回头看我 就是张亚东 然后第二次就是碰到李小鹿 去那个川岚的城 然后看到他们天线在这拍照 当时我来想 谁又臭门在那边 哈哈 三次的人在那里一块拍照 然后想 哦 原来是你小鹿啊 哇 确实是谁 在北京的就是 差别就是你每天生活经过的地方 在别人眼里就是景点 而且我觉得北京的大学特别多 就是你随时 随时都可以走到一大学里面去玩一玩 去看一看 然后感觉那种 基本第三的VIV没有来的 哈哈 我每次去周权 我都走 刚才我要留住VIV来了 而且北京有很多机会 就比如做上各种大学的演讲会 这都是可以去的 对 而且很多大学的课 都是免费去进行的 可能北京有很多便利嘛 对不对 要不然谁来北京 好 好呀 耶 我这时候感觉北京真的很好 不算了 不算了 我不能在家中 或者出家 不转费 不离 我不能是在家中 不满 不算了 您心里